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6月7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就专门来聊一下轰动全世界的这个卡霍夫卡大坝被炸的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呢,昨天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首先呢,还想继续再说一下啊,就是呢,这个水库的蓄水量 昨天已经说了相当于1200个西湖的蓄水量 还有呢,你知道吗,它是全世界蓄水量第二大的一个水库 它是三峡的好几倍,这是我们大家说想不到的吧 我也想不到,我还以为三峡要是全世界最大的呢 但是呢,实际上啊,它是三峡的好几倍 所以呢,它这次的这个绝口啊,它的危害是很大的 可能大家已经是从昨天到今天啊,不断的看到关于这件事情的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灾难说是呢,二战以来最大的一个人为的灾难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大程度啊,是可见一般的 这就是为什么这成为了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另外呢,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 既然是一个人祸,对不对,很显然这是一个人祸,这不是一个天灾 那么就是谁干的问题 昨天呢,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呢 我说啊,我看到大家讨论有三个方向 一个呢,是美国,一个是俄乌的双方 就这三方 那么今天呢,我就看到啊,大家就不再讨论美国了 原因呢,有可能就是说呢,第一 第一呢,就是这个水库美国离得远 美国并没有进入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另外一个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没有动机 我想说的是呢,永远不要排除美国的可能性 那美国做事情啊,尤其是做这样的大的事情 他不见得亲自去做呀 所以说呢,他能不能接近这个大坝啊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另外呢,关于这个动机的问题呢 就是乌克兰的动机,就是他的动机啊 就是在乌克兰的动机之外 我认为还有一个动机就是 美国就是给你搅浑水,把俄乌冲头这点水呢 进一步的搅得更浑,搅起一个惊涛骇浪 这他就达到目的了呀 再就是呢,说他这个手啊,伸不进来 乌克兰的手就是他的手啊 所以说呢,如果说这事啊,是乌克兰干的 那么就是美国干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说啊,现在舆论啊 这个到底是站在乌克兰干的这边 还是俄罗斯干的这边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啊 普京呢,已经是站出来回应这件事情了 克里姆林宫呢,昨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发表了声明 我昨天也跟大家说了啊,佩斯科夫呢 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说卡霍夫卡的水电站遭到了乌克兰的蓄意破坏 说这种破坏行为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除了生态方面的影响和其他尚未确定的后果以外呢 还会影响到该地区数以万计的居民 昨天呢,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有一些居民区呢,已经被淹 有一些有可能被淹的居民呢,正在迁移 还有呢,有很多的居民 因为呢,大坝被炸 水电站呢,直接就瘫痪了 所以呢,很多的地区的供电受到了影响 这就是佩斯科夫所说的啊,这些预料到的和还没有预料到的 确定的和尚未确定的影响呢 后果是很严重的 那么今天我看到呢,法新社报道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在7号的时候 首次也对这个卡霍夫卡这个水电站大坝遭习一事 做出了公开的回应 他说呢,对水电站大坝的袭击是一个野蛮行为 很显然呢,普京和他的发言人 还有呢,俄罗斯一方都是指向这个乌克兰干的这件事情的 那么新卡霍夫卡市的这个市长呢 也说,在前一天啊 这个大坝已经是遭受到了来自于乌克兰的炮弹的袭击了 那么他就表示说呢 是这个袭击造成了对这个大坝结构性的破坏 而导致了这次大坝的绝口 那么这件事情呢,如此的重大啊 联合国在当天马上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啊 在这个紧急会议上 中国的代表呢,是积极发言 中国的代表是如何表态的呢 报道是这么说的 说中方的代表对水电站大坝遭破坏表示严重的关切 并且呢,呼吁各方应该保持理性克制恢复和谈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啊,这个事态是不断的升级啊 如果早听中国的不要再打了 坐下来进行和谈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好,我们继续看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 说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奉密书长 马丁·格里菲斯 进行了现场的通报 格里菲斯表示说呢 卡呼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 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严重的民用设施破坏事件 未来的数日将对地涅薄荷两岸产生深远的影响 格里菲斯表示说呢 联合国正在紧急响应 为超过一万六千名的受影响民众提供援助 多国的代表呼吁各方 在军事行动中必须保障民用设施的安全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发言当中表示说 中方对卡呼夫卡水电站大坝被破坏 表示严重关切 对由此造成的人道经济和生态影响深感担忧 中国呼吁所有的冲突当事人遵守国际人道法 全力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的安全 中国支持联合国同有关人道组织积极行动 为人员转移和后续的援助全力提供协助 关于卡呼夫卡水电站大坝遭破坏 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影响 张军重申说呢 核灾难一旦发生无人可以独善其身 中方呼吁保持最大的克制 避免可能加剧对抗导致误判的言行 维持核电站的安全和安保 张军表示说呢 中方对乌克兰危机跌宕不止 甚至进一步的升级感到忧虑 刚刚发生的事件呢 再次的提醒我们 在冲突的形势下 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战火蔓延下去 只会加剧痛苦和灾难 带来更多的不可预测的重大风险 有关各方应该保持理性克制 尽快恢复和谈 国际社会应该以更大的紧迫感 做出一切努力 为推动对话谈判 恢复和平 创造有利条件 任何的一方 特别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都不应该做火上浇油激化矛盾的事 更不应该试图从危机扩大化当中 谋取私利 服务自身战略的目的 这些话呢 我想就是指向美国的 张军重申 中方将一如既往的 继续站在和平一边 同有关合作伙伴一道 为推动劝和促谈 实现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 做出不限的努力 当地时间6月6日 赫尔松地区政府负责人发布消息称 因受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被毁影响 该地区的阿辽石机市 目前几乎完全被淹 而当地因为乌军炮击导致的森林大火 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 目前当地政府已经派出了所有空闲的 具有高通过性的卡车前往阿辽石机市 该地区安全的居民点 目前已经准备了大约5000个位置 用于安置被疏散的居民 此外呢 新卡霍夫卡副市长表示说 该市内的公墓被秧了 这将会导致市内的水被污染 将影响到当地的居民 好 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报道 另外我还看到呢 报道说呀 现在呢 美国在积极的推动 就是国际法庭 对普京所发布的那个逮捕令 那么现在南非呢 正在筹办金砖峰会 那么金砖峰会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它是包括这个巴西 包括俄罗斯 包括印度 包括南非 包括中国的 这五个国家 金砖五国 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 应该去参加这个峰会 那么美国呢 现在就在推动这个国际法庭的逮捕令 想在金砖峰会上面呢 逮捕普京 那么现在呢 据说啊 美国的媒体积极的在炒作这件事情啊 说南非现在下的呢 就不敢主办这个金砖峰会了 那么今天呢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啊 那么就有美国的记者呢 问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 相关的问题 彭博社的记者就问说呢 知情人士称 南非正在考虑将 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举办地转到其他国家 从而摆脱是否执行 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 国际逮捕令的两难境地 据称南非政府正在考虑 请中国或者是莫桑比克 代为主办峰会 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是否正在考虑 主办此次金砖峰会 那么汪文斌说呢 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我们注意到日前 南非方面已经发表了公告 宣布给予金砖国家峰会 与会者外交豁免 中方高度重视金砖国家合作进程 支持今年东道国南非办好峰会 传递团结合作的积极信号 你看啊 汪文斌的这个回复说呢 我不了解您的情况 也就是美国的媒体所说的 说南非啊 正在考虑 南非正在考虑 你怎么知道的啊 就是他的耳朵啊 无处不在啊 深到全世界任何的一个角落 说人家南非正在考虑 或者说呢 美国正在给南非施加压力 我想呢 应该是这样的 美国呢 真的是特别的流氓啊 我们就知道之前的时候呢 美国的军队在阿富汗犯下了这个战争罪 那么国际法庭呢 就想对此进行调查 结果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就对国际法庭所有的人员 包括人家办公室的人员实施制裁 制裁呢 主要是有两方面 一方面呢 就不准他们到美国入境 不给他们签证 你要知道 这都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啊 联合国的总部在美国呀 那么你不给他们签证 那么他们如何到联合国的总部 去行使他们的一些职责呢 是不是吗 你就利用联合国总部 在美国的这个优势啊 肆意的对任何的人员实施制裁 刁难别人 按说你应该给予配合 你要是工作做的不好 都是不应该 对不对 但是呢 美国就利用 这就成了他的一个武器了 第二呢 就利用他的美元霸权 就不准人家使用美元 这都是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 现在呢 美国还装可怜 说被中国欺负了 美国的军机啊 被中国欺负了 美国的军舰呢 也被中国欺负了 昨天呢 我还跟大家说了 人家有美国的那个网友 明眼人就说呢 请问我们在什么地方 被中国欺负了 离咱们美国有多远 离人家中国有多远 对不对 这都是明白人问的话 但是美国现在呢 仍然在反咬一口 这个问题呢 我在这里呢 就不说了啊 就是呢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啊 都会被美国拿来 为我所用 对他有利的事呢 哎 这就是法律 对他不利的事呢 他只有践踏法律 他就是这样的 美国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无耻 就是这样的霸道 现在呢 就在操作这个 想利用这个峰会的机会 来逮捕普京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说这个 大坝被炸的事啊 就是说呢 现在舆论上 我看到啊 美国 美国西方 还有这乌克兰啊 就发起了这轮的舆论战 就在炒作说呢 这事啊 就是俄罗斯干的 不可能是乌克兰干的 大家还记得 美国的那个福克斯新闻 前一阵呢 把他的名嘴 Tucker给开除了吗 那么Tucker呢 在沉寂了这段时间以后呢 现在他在推特上面 开了一档节目 昨天的时候呢 他做了第一期 他的第一期节目呢 就是关于这个 大坝被炸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美国呀 他肯定得说是俄罗斯干的 肯定得说呢 不可能是乌克兰干的 那么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的逻辑是什么呢 然后又说呢 说普京呢 他就是一个魔鬼 魔鬼就干魔鬼的事 那么乌克兰的总统 泽列斯基呢 他就是天使 天使不可能做魔鬼的事 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如果他认定啊 这是俄罗斯干的 你问他为什么 原因呢 就是俄罗斯干了这件事 所以俄罗斯干了这件事 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一点都不讲理 他说的话呢 就是他说这话的理由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他可是说的啊 美国就是这样的呀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说 现在美西方的舆论是怎么说的 第一呢 就是说他们在使劲的炒作啊 说这个俄罗斯啊 做这件事情啊 就表明俄罗斯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俄罗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他马上是面临着乌克兰的大反攻 乌克兰的大反攻呢 就是在南方 在赫尔松这个地方呢 要发起大反攻 那么俄罗斯呢 为了防止乌克兰大反攻 所以呢 就放水冲了这个地区 因为呢 你一放水啊 不仅说把这个地区给淹了啊 下来的不光是水 还有淤泥啊 还有泥沙什么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下来以后呢 这块地方就成了一个这个沼泽了 满地的这种泥沙 这种泥泞啊 让这个部队机动化成为不可能 所以呢 这事啊 是对俄罗斯啊 非常有利的 所以俄罗斯呢 就做了这件事情啊 我就想说啊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炒作乌克兰的这个大反攻 乌克兰第一 有这个大反攻吗 不是说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啊 就说他要大反攻吗 结果后来呢 有吗 说冬季之前呀 要发起大反攻 没有对吧 后来又说春季大反攻 结果也没有啊 那么现在都已经进入夏季了呀 你这个大反攻 它是存在的吗 啊 是不是老是跟着嚷嚷啊 老是听到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呀 对不对 而且就在这个大坝被攻击之前 人家俄罗斯的国防部已经宣布了 那说是击退了乌克兰的六次进攻 而且呢 说已经击毁了 它是六辆啊 还是几辆那个 鲍尔坦克 那么乌克兰的那个总统呢 前两天还说了 说呢 我们是没有力量进行大反攻的 按说我们是需要美国和西方 给我们这个武器 我们好进行大反攻 但是呢 我们不能等啊 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大反攻啊 那什么时候 到底是什么时候 你从这个 他说的这个话里面呢 就是说呢 他是没有底气进行大反攻的呀 就老是这么嚷嚷这件事 并且呢 他还以七月份的时候呢 不参加北约峰会为由 来给西方压力 要求他们提供战斗机 以及防空系统 说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 我们的地面部队呢 会死伤非常的严重 因为就暴露在俄罗斯的制空权之下呀 所以说呢 第一 他这个大反攻啊 是一个没影的事 第二 咱们就算是 他这个大反攻呢 是势在必行的啊 很快就要执行了啊 那么谁是占有优势的呀 刚才我已经说了 乌克兰的总统呢 就他这话里面就表明了 他没有这个能力 对不对 谁占有优势 如果说现在媒体说呢 俄罗斯炸毁大坝这事儿 本身呢 表明了俄罗斯呢 已经不占优势了 已经穷途末路了啊 如果说你从这事儿 你看出来 俄罗斯穷途末路 那么乌克兰你不用看 他已经穷途末路了呀 是不是 谁更穷途末路 从这点上来说呢 西方媒体得出来这个结论呢 是有毛病的 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呢 就是说啊 乌克兰不可能干这事儿 说乌克兰的那些个炮弹什么的啊 如果说能炸毁像这样的一个世纪工程 这样的一个大坝的话呢 那么乌克兰早就去炸克里姆林宫啊 事儿不是这样的啊 他的那个射程不够啊 再就是呢 有的时候 他不见得你这个炮弹啊 多强而造成了大坝的这个溃堤 而是呢 你恰巧就打到了那个点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小孩啊 如果对大人的一个攻击 如果恰好又攻击到你那个点上的话呢 他能把大人打死 大家还记得就是黑海舰队 在一开始的时候 去年夏天的时候 俄罗斯一个最强的一个 最强大的一个军舰 刚刚在黑海露面 结果呢 就让乌克兰的一发炮弹 给他击中以后呢 就着大火 几乎要沉没了 后来不得不脱走了 还记得那事儿吗 你能说当时乌克兰的那个炮弹 很厉害吗 不是他就恰好他打到的那个地方 造成了他的重要部队呢 着火 造成了他那个军舰呢 他就毁灭了 他是这样的 他就是那个蹿劲 然后呢 还说啊 这个乌克兰是没有动机的呀 因为呢 这个大坝如果是毁了的话呢 那乌克兰的那些民众啊 会受到这个影响的呀 有恶劣后果的呀 而且乌克兰就没有办法大反攻了呀 所以乌克兰不可能炸毁这个大坝的 这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刚才的时候呢 我在给大家读到中央电视台关于联合国讨论那里面 张军所提到的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啊 现在 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那个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 这个核电站呢 它是用这个水库的水来进行冷却的 我们就知道核电站啊 它为什么都建在这个河边 建在海边 就是因为它需要用大量的水来进行冷却呀 那么现在这个大坝被炸了以后呢 这个水大量的泄出去了 这个核电站呢 有可能用来冷却的水就不够了 这并不是我说的啊 这是全世界都在担心这件事情啊 那么暂时来说呢 联合国的这个原子能机构评估啊 说现在还没有对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形成威胁啊 但是未来会不会形成威胁 这个谁也说不好 全世界都在担心这个东西啊 那么对这个核电站所形成的这种后果 这就是乌克兰的动机 我们要知道之前的时候无数次就这个乌克兰对核电站进行攻击打炮 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这个核电站就受到了攻击 当时呢 俄罗斯就指责这个乌克兰对核电站进行攻击 那么乌克兰还说呢 是这个俄罗斯啊自己打的 俄罗斯对这个核电站呢 一直是他控制之下的 这个我们之前呢 已经分析过好多次了 他没有理由他自己控制的 他还派这个重兵把守 他自己去炸他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俄罗斯当时很天真的认为呢 联合国派人来 你来看看这个炮弹谁打的 你就知道这谁干的了 对不对 这是很明显的事 俄罗斯之前的时候呢 也拍了那照片向世人公布 那些个炮弹 就是乌克兰的那个炮弹 按说已经说明问题了啊 但是呢 美西方以及乌克兰死活不承认 俄罗斯就天真的认为呢 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 你来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好联合国的这个原子能机构来了以后呢 哎 他就死活就不看那炮弹 他就不说那炮弹谁打的 他说什么 他说他没有权利来检查这个炮弹谁打的 好像还说了什么 他没有这个能力来检查炮弹谁打的 那个非常明确呀 大家从俄罗斯所公布的照片呢 我们自己都能看出来 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说 那是在现场拍的照片 那么你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 你就看一眼那个炮弹 是谁的炮弹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他们死活就不对这个事情呢 来做证人 就是俄罗斯呢 上了他一档 就说呢 对这个核电站的破坏呀 一直都是乌克兰一直在干的事情啊 那么他一直都对这个核电站啊 进行这种破坏 那么这一次他有没有动机 扒着水给他扒了以后呢 对核电站形成威胁 有没有 他肯定是有的 跟他之前的行为是相一致的呀 更何况这件事情呢 不是说对俄罗斯没有坏处的 说那个没眼的反攻啊 如果发动的话 确确实实是形成了一个障碍 但是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那个反攻是没影的 第一他没影 第二呢 俄罗斯也不怕 然后呢 这事啊 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就是呢 乌克兰呀 他是一马平川的平原 但是呢 他地势也有个高低 就这个地涅波罗这个河呢 他分这个右岸和左岸对吧 左岸呢 就是俄罗斯控制的 右岸呢 是乌克兰控制的 说他这个右岸 乌克兰控制的那边 比左岸俄罗斯控制的这边 要高出了20米左右 所以呢 这个大坝一打开以后啊 他淹下来之后 主要是流向了哪里啊 流向了俄罗斯控制的这一边 所以说呢 对俄罗斯来说 危害会更大一些 还有一个重大的危害呢 就是这个克里米亚 为什么说俄罗斯啊 在俄乌冲突之初 首先就占领了赫尔松 就是因为这一块 对于克里米亚来说呢 他重要了 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点呢 就是克里米亚所喝的水 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于这个水库 那么这个水库被扒开以后 水被泄掉了 那么克里米亚的那些人呢 就没水了呀 所以呢 这件事情啊 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的币远远要大于他的利益 所以呢 你就看吧 这事是谁干的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连播 有这么六七条新闻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新闻呢 是来自于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啊 有这个美国记者问说呀 据多家媒体报道啊 多家媒体 确实是啊 有多家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 美国呢 就是在炒作这件事 说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呀 将在几周内访华 并且会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方能否证实上述消息 并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那么汪文斌就说了 关于你提到的问题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就是这条消息啊 大家觉得熟悉过 就在这个气球事件之前呀 可能也得有那么两三天三四天的时候呢 美国的记者每天都来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他们所回答的内容呢 也和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我没有你提到的这个问题的信息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就说啊 如果说中国说没有关于你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这件事呀 悬得呼 那么后来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气球的那个事情 那么布林肯呢 就说了啊 现在呢 因为这个气球这个事情呢 我取消对中国的访问 那个时候呢 中国好多的网友就说 谁让你来了呀 你就自己就取消 对不对 压根就没有让你来 何来的取消呢 现在呢 这一幕又重演了 但是呢 鉴于这两天 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呢 还有白宫的官员 确实是到中国来访问过了 所以呢 布林肯这次到中国来访问呢 可能会如愿意偿 但是能不能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个就不好说了 能不能到北京来 这还是一个事儿呢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件事儿啊 另外呢 就是美国的军方人员说呀 说我们在乡格里拉 没有见到中国的国防部的官员 没有跟他们说张话 他们现在呢 也在争取到中国来访问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啊 今天呢 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 这个问题也讨论了 还是同样的这个记者呢 又问到说呀 最近外界看到中美关系 有一点改善的动向 但是呢 同时中美军事部门间的对话 暂时还没有回复 美方不断的呼吁对话沟通很重要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那么汪文斌就说了 中美之间保持着必要的沟通 当前中美关系面临挑战 责任不在中方 美方应该切实的尊重 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停止一边呼吁要沟通交流 一边又肆意的挑衅 停止说一套做一套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正轨 那么最后这句话呀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正轨 我认为这个是实现不了 永远都实现不了了 说永远呀也太绝对了 过上个50年到100年也没准 但是呢50年之内啊我看够呛 因为美国呢是铁了心了 不容中国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发展呢有等不住 那么只要是中国是发展的 美国就会继续的打压中国 为什么说他也不会是永远 50年之后他有可能改变呢 因为将来中国发展超过了他 超过他时间长了 和他之间的距离拉开了拉大了 那么他慢慢的他会面对现实 但是呢这个时间啊会很长 你看西方啊欧洲那国家 英国呀什么的西班牙呀 所有的那些国家啊 他们现在呢已经没落了 但是他们认账吗不认账 不认账 他们骨子里的那个傲慢哈 一时半会儿是放不下的 那个架子就是放不下 这种跟别人捣乱 跟别人较劲的这种心理啊 就是改变不了 刻在他们的骨子里 所以说呢50年之内估计够呛 50年之后再说吧 那么为什么说外交部门已经恢复了 而军事部门不恢复呢 汪文斌已经说了这个责任啊 在你们美国一方 那么美国的军方最近都干了什么 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也讨论的够不够了 对不对 就是美国呢老是管不住自己的机器 一个是军机 一个是军舰啊 老是管不住 那么这两天呢我还看到啊 他们美国的印太司令呢 他说了他说美国政府啊 给了他两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呢就让他看住中国 让中国不能对台湾动武 这是第一项任务 第二项任务呢就是如果第一项任务失败的话啊 他说呢他得到的任务就是对中国的财产和平民百姓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这叫什么话呀 这叫赤裸裸的战争贩子的威胁啊 这是这叫威胁犯罪啊 我就不知道中国的那些崇美派 那些汉奸们啊 看没看到他说的这句话呀 那么你们听到这样的言论 做何感想啊 还甜美吗 还抱着美国的大腿吗 如果说布林肯啊 几周之内呢到北京来访问 见到习近平主席 我想呢这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呢 也应该让习近平主席 好好的给他上一课了 那么第二个新闻呢 是来自于这个自由亚洲电台的 自由亚洲电台是不是就是法轮功的媒体对吧 那法轮功的媒体呢一贯的特别爱造谣 就爱说什么中共内斗啊 江派啊 习派啊 这一派呀那一派呀 你的人 我的人呢 就爱说这些啊 那么今天呢 我就看他们呢 有一个报道啊 说 秦刚内部讲话流出 称中美战争不可避免 他的内容呢 我就不去看了啊 就他的这个题目来说啊 说秦刚内部讲话流出啊 那么这个内部讲话是什么呢 就是中美战争不可避免啊 我认为这个可以有 如果中国政府啊 中国的官员有这样的认识的话 就对了呀 你看我刚才已经说了 美国的印太司令说 他从美国政府接到了那两下任务 那两下任务和法轮功所说的秦刚内部讲话的内容不是一致的吗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啊 我是认为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他们就是瞎炸火 其实动了真格的他们不敢 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这几天呀 一直在网上这个不断的被转载被热议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是非常诡异的啊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个谣言 那么过几天呢 这事可能就过去了 可能没有人关注这 但是我今天看到啊 这个星岛日报也报了这件事情 那么星岛日报呢 就是大陆的网友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接触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星岛日报 它是一个中文报纸 是一个大报来着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 他报道这件事是怎么说的 这件事呢是这样的 那么他的题目呢 就已经是说出来了他的玄机 他就说呢 意大利游艇翻腹 21乘客全是情报员 以点满天飞 就是在意大利呢 有一个游艇他翻了 那么上面呢 那么上面呢 有23个人 除了船长和他老婆以外呢 还有另外的21个乘客 全都是情报人员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说意大利北部啊 一处湖泊 日前发生了一起游艇 遭强风吹翻沉没的事件 那么全船呢 一共23个人 有4个人死了 除了船主夫妇以外 所有的乘客 均据情资背景 死者呢 没有验尸 生还者火速离境 就医者 没有治疗记录 事发6天之后呢 沉船仍然没被拉上岸 检方无法执行调查程序 整起事件多处带有悬疑色彩 很难不令人联想到间谍小说情节 就好像是那007在线呢 这篇报道说呢 是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说 5月28日 意大利北部与瑞士交界的风景如画的旅游圣地马交雷湖 有一艘游湖船 强风吹翻沉没 全船包含了船主夫妇呢 一共是23人 大多数人自行游上岸 或者有其他的船只搭救 四人不幸身亡 死者有两人服于意大利特务机关 一人曾经任职以色列情报单位 船主是 船主俄罗斯籍的妻子也不幸身亡 那马交雷湖南端分属意大利的伦巴底 比蒂蒙两个大区 北端呢 属于瑞士的迪西诺邦 意大利伦巴底大区 有好几家军民两用的技术业者 瑞士呢 则被视为逐多的特务间谍的过境国家 这企业船难引发了大众高度的关注 当地媒体最初报道说呢 这艘船此行是以庆生会名义优补的 但是呢 多家的意大利主要媒体指 事发当天 意大利以色列两国情报员在船上举行秘密的工作会议 一部分乘客在马交雷湖当地曾经拥有公寓与防售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诺切里诺说 全船乘客除了船长卡米迪提与他的俄罗斯籍的妻子以外 其余21人均有情质工作背景 其中呢13人是意大利的情报人员 有8个人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 这艘船的名称呢 这艘船的名称呢是欢愉哈 他出航的名义呢是船上的某一个人庆生 然而船只在湖面突遇一场风速每小时超过70公里的剧烈风暴的袭击 船长卡米纳提描述说 短短的30秒之间世界末日降临在我们身上 船只即刻翻覆我们全都落水 他向调查人员表示说呢 行前未获任何恶劣天气的预报 游船至今还在湖里 目前呢这个船长正在接受刑事调查 以确认有无导致船难发生 过失杀人的责任 他的50岁的俄罗斯籍的妻子波斯科瓦是死者之一 拥有一大利的居留权 其他的三名罹难者呢 就包括62岁的阿隆奇 与53岁的巴诺比 两人均是意大利的情治单位成员 50岁的艾列斯呢 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特务工作人员 但是现在已经退休了 意大利的媒体明白的写出艾列斯的大名 以色列媒体呢 却一直回避此事 意大利的媒体还说呢 四个人的死因均为逆逼 却未经法医验尸 幸存者举动也耐人寻味 意大利的媒体报道说呢 生还乘客上岸以后呢 积极的返回旅馆 收拾行李走人 住院者呢 也火速出院 甚至呢 查无就医文件 那以色列籍的这个乘客呢 就连租赁的汽车呢 都没有归还 就跳上了自己母国专程来接的这个飞机离境 身份呢 都没有公布 检察官诺切里诺 向英国广播公司说 这类事件仅公布死难者的姓名 是正常的做法 以色列的总理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 日前没有证实 传难以色列籍的死者呢 是摩萨德的退休人员 内塔尼亚胡圣赞此人 在职数十年 为国尽忠职守 但是呢 考量其工作性质 爱难序名其身份 其遗体已经送回以色列 事发到6月3日呢 进入到了第七天 欢愉号还没有拖上岸 诺切里诺说呢 船只仍然沉在湖中 调查程序难以展开 他直言说呢 这艘船乘客上线是15人 事发的时候呢 全船人数超出了8人 人员超载让船长在恶劣天后中 操控船只更加的困难 第一方法院正在调查 搭载人数为何超限 到底有没有在不该出航的 恶劣天气来游湖 诺切里诺表示说呢 船只是否遵守了安全规范 维修情况 认证与保险 也是调查的焦点 此二呢 仍然有逐多的环节 未能解释 各种的揣测 很可能继续延烧 意大利的特警 宪兵队 也协助调查此案 但是调查范围 仅限于船只与天后 不会调查船上的 人员活动 你说诡异不诡异吧 好这是这件事情啊 另外呢 这两天啊 有一位大陆湖南籍的 大学毕业生 在网上哭诉的视频呢 也引起来了广泛的热议 那么我今天看到 台湾的媒体呢 也在讨论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这位大学生啊 他说呢 他毕业以后啊 面试了有50家公司 都没有得到一个工作 然后呢 他就哭诉说啊 上大学没用 都是家长逼着他读大学 害的 这个女大学生呢 在视频里面哭着说啊 他认为在大学里面 学的东西呢 很杂 但是呢 说穿了就是 什么都会一点 但是什么都不精通 只会一点皮毛 相比其他的 早出社会工作的人 有实际工作经验 相比非常没有优势 他说呢 他发现社会上 有很多没有上过大学的人 早早的就混社会 就已经拥有了很多人脉 也很懂的人情世故 自己根本就追不上 别人的水准 他说呢 他也有一个闺蜜 已经找到了 在北京一间影视公司的工作 月薪呢 是7500元 表面上来看呢 新毕业的人啊 领这样的薪水呢 也算合理 但是实际上呢 他的同学啊 光租一个很小的房子啊 就用了2000元人民币 而且呢 他曾经去拜访过对方 完全被对方工作的操劳 给吓坏了 因为闺蜜呢 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 才下班回家 甚至呢 经常性的凌晨三四点才回家 凌晨六七点 又被老板喊起来干活 休息日呢 也经常加班 随教随到 他说呢 他认为自己啊 从小受父母和长辈的教育影响 认为就是一定要上大学啊 才会有一份体面的收入 又高的工作 但是等着真的大学毕业了 却发现社会上 好像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他说呢 都是老一辈从小到大 给我灌输的思想 让我产生了盲目的自信 认为上过大学 就要找体面的工作 但现在落差 大到我自己 要忧虑 家里人不停的又催 过年都不敢回家 你去考教师吧 你去考公务员吧 你入党了没有啊 各种的催 那么就是这个女孩啊 这个哭诉啊 现在呢 引起来了一些的共鸣 也引起来了一些人的踏伐 那么我所看到的 在微博里面看到啊 就这个女孩哭诉的 这个视频的下面 我看到很多人留言 一般的来说呢 都是踏伐这个女孩的 觉得这个女孩呢 不能够认清社会 不能够接受现实 不能够适应现实 也不够努力 还在这抱怨 像这样的人啊 你在社会当中 你不失败你都难 因为人家其他的人呢 人家都能够根据现实 来调整自己啊 你需要什么知识 你就补什么知识啊 需要什么技能 你就补什么样的技能啊 哪里像你这样呢 你只会抱怨呢 那我就是想到了 我们有很多的 这个技术移民 本来在国内呢 都是成功人士 到了这个西方国家以后呢 你也得适应这个环境啊 你还说 你面试50家企业 没有得到这个工作 有的时候 你发好几百份的简历 你都得不到一个面试啊 明白吗 这还都是在国内的时候的成功人士啊 有很多的人出来以后呢 这个心理落差适应不了 但是也必须得适应啊 否则的话 你在这种环境当中 谁管你啊 那么有很多人到最后呢 就不得不去干一些体力活啊 我在中国 我曾经我还是法官 那么我刚出国的时候 我干了多少那些 在国内压根就想都不敢想的工作啊 我也洗过盘子啊 我也到衣厂里面去应聘过呀 你知道吗 我到衣厂里面去应聘的时候 人家都不要我 人家都要这个工作经验 这女孩呢 在这里面说了 哎呀我比不过 那些老早就踏人社会了 她们有工作经验 我没有工作经验 这个社会啊 她就是这样的 那假如你是老板呢 那么你在招人的时候 你招什么样的人 而且呢 关键是什么 你知道吗 她并不是说 就你一个人去应聘这个工作呀 你但凡有其他的一个 有工作经验的 那你要是老板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那个 有工作经验的呀 更何况呢 你这种刚踏出社会的 什么工作经验也没有 你什么也不会的 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你应聘的 肯定是入门级的 一些工作 那跟你竞争的 你想想得有多少啊 这个工作啊 要求的技能越低 竞争的人就越多 说实在 中国这个社会啊 就刚刚出现这个局面 西方这个国家 这样的局面 已经是N年了 N十年了 或者上百年了 他们就是这么一个 竞争的状态 我现在呢 我就看到啊 很多人就是说啊 哎 什么什么国家不卷 什么什么国家不卷 你要是不卷的话呢 那么你就没有竞争力啊 如果整个的国家都不卷的话啊 上学学的非常的简单 然后探上社会以后呢 这个知识结构呢 是低层次 全社会如果都这样的话呢 那么他整个社会在国际社会上 他就失去了竞争力啊 为什么现在中国发展成这样 就是因为全社会大家都很努力啊 有没有听说那句话 就是印度啊越南啊 他们那个工人和中国的工人是没有办法比的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工人他们都很努力啊 素质高来自于什么 素质高是学来的呀 你不努力能长这些技能吗 那么这个努力的过程不就是卷的过程吗 整个的社会都是淘汰制啊 那么接下来这些新闻呢 我就想跟你说了啊 那么那个戴尔笔记本 大家都知道吗 今天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啊 说这个戴尔笔记本啊 他呢现在响应美国的号召 从这个供应链里面呢 去中国化 现在呢就给他带来了后果了 说他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啊 一路狂跌 现在呢都快要被挤压出去了 相反呢 华为是一路上升 现在华为呢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呢 已经到了第二位了 第一位是联想 第二位是华为 第三位是惠普 第四位是这个戴尔 而这个戴尔呢 现在他们走下坡路的这个速度呢 是非常快的 他们的出货量暴跌45% 而华为这个荣耀呢 却猛增66% 这些企业之间都要竞争啊 都要卷才行啊 不卷怎么能行呢 你还别说是你了 对吧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想当年 曾经说过一句话呢 毛主席那么高的智慧 每一天都得学习啊 他的那句名言怎么说的呀 一天不学习 赶不上刘少奇 明白吗 毛主席每一天都要学习 你看他每一天 读多少书啊 他那个床的旁边全都是书 啊 毛主席尚且这么卷 你凭什么不卷 华为的成绩来的容易吗 就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呢 又爆出来 关于华为的一个消息 你知道吗 美国的记者问说 据金融时报报道 欧盟正在考虑出台强制禁令 禁止在5G建设当中使用华为设备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啊 我就不说这个回应了 他一定是 这是打压中国打压华为啊 就是在这种逆势当中 你看那华为啊 有多么的坚强 谁是强者 谁努力 他才是赢家 你就像这个女大学生哭哭啼啼的 对不对 抱怨这个抱怨那个 他这个人生注定是悲催的 最后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著名的影星林志颖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应该是去年或是前年啊 应该是去年的时候 林志颖呢 开着特斯拉那个车出了一个大车祸 那么现在呢 差不多一年左右过去了啊 林志颖复出了 那么他复出之后呢 我们看到 他和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 小鹏 签了代言合同 这个说明什么呀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对不起 谢谢大家